各位朋友或各位弟同姊妹早安 我想你們看到我上來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那我自己會在這個地方 我自己也記得很奇怪 那我 我是大概有一天在無意中 大概最近 有一個人傳了個邀請 在放在我的Messenger的裡面 那我看一下就是你們教會的牧師 那他寫的內容裡面有一個字 影響到我 因為我自己 我的太太剛剛才過世 她跟我結婚 39年 那我們有一年的相處 然後結婚 一共40年 我的其實有一天身體不太舒服 去台大醫院做檢查 醫生說是急性的血癌 很快就會過世 那麼我們 想 我本身也是台大教授 那我們在醫院裡面很久 我自己在醫院都住過一百多天 那後來我太太一路上都很不錯 越來越健康 突然間有天就走了 所以 我們其實 我都很訝異 因為我整個的過程 我幾乎都陪伴在期間 那後來呢 我 我太太走了以後 我必須一個人在自己的家裡過生活 我的孩子在美國 那我的學生知道 老師可能快走了 因為他沒辦法忍受 跟他相愛的姊妹 我們結婚40年我們都沒有分開過 我們幾乎沒有一天是分開過的 我們長期的在一起 那 所以 我的學生就陪伴我 那後來我回來 我去美國一陣子 我回來 回來以後 我就把 我還是過我的日子 那 那 我的姊妹要走以前 他有告訴我幾件事情 幾天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有小教會找你講到 你就答應 那 其實我大部分 對不起我沒有講過 我國際在哪裡講過到 我覺得那個並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他講的這句話 如果有小教會找你講到 你就答應 那我知道 一般教會來找我不會說他是小教會 應該不會 應該很少人講 我會聽到有一些的 不同的名詞在講他的教會 但不會用小教會 然後呢我看到這個信 這個Messenger傳來的這個資料 他說我是一個小教會 你願意來我們教會講到嗎 很謝謝牧師 你用這個小的這個字 我知道很難找 看到聽到有這個小 那其實小跟大 其實我相信我們的上帝都知道 我們在任何地方的光景 上帝都知道 他的光是照在黑暗裡 其實不在乎那個大跟小 但是呢我就給這個牧師回 我就說我願意去 因為你的教會我沒有去過 我甚至連不知道你們那個路名叫什麼 我都還不是很清楚 那剛剛其實我搭車來的時候才發現這個地方 其實我很熟 因為我姊妹以前生前很喜歡到附近來買菜 所以我都會陪她買 所以都會走這個路 那我有一個困擾 只要我跟我太太走過去的地方我都不會走 因為那個印象都會一直的回來 所以我來了 那我的情緒很激動 因為我離開我姊妹離開的時間 今天是第186天 因為我每天都會甩 今天是第幾天 今天是第幾天 今天是第186天 那所以我跟牧師講 我三月可以來 那本來是三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對不對 那後來我發現我的情緒太激動了 我發現我三月底可能也不在了 不在有好幾個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我的心情是什麼 後來牧師說那就這個禮拜好了 所以我就來了 所以我是一個情緒很激動的一個教授 或是弟兄 我實際上基本上就是一個弟兄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第四篇的第77篇 那我其實是講四篇的77篇 但是牧子在問我要講幾節的時候 我就講這個剛剛所讀到的第六節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我萌心自問 我心裡也仔細的醒查 難道主要永遠丟去我 不在私恩嗎 其實這幾個問題都是我的問題 並不是可能 真的是我的問題 我在醫院 那麼久 我看到我太太的所有的病況 我每天禱告 我們兩個一起唱詩歌 所以我有一陣子幾乎沒辦法唱詩歌 因為我們每天兩個人 在那邊唱詩歌 每天在那邊禱告 那最後我太太就走了 嘿嘿 所以當我在唱這個詩歌的時候 你猜我的感覺是什麼 那這不是一切都是騙人的嗎 OK 我是個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但是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嗎 不在私恩嗎 第二個 難道他的慈愛就永遠窮盡嗎 那他的應許就事事廢棄嗎 難道上帝自己都忘記自己的應許 上帝說他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但是我所看的是他 彷彿是永遠離開我的 難道上帝忘記開恩嗎 哇 這個聖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愛 這個詩篇 其實這篇算是非常的可愛 竟然可以問這樣的聖經姐 說上帝你是不是已經太老了 以至於你健忘 你是不是有健忘症 上帝是不是一個有濃郁有健忘的上帝 他這邊就這樣講 你難道你都忘記了嗎 你忘記開恩嗎 OK 我真的覺得上帝真的是 上帝是個可愛的上帝 留下可愛的詩篇 竟然有這樣的詩篇 講上帝是個老頭 他根本什麼都忘了 哇 你聽起來說這是很 很不客氣的話 非常不禮貌的話 非常 真的有點 接乎是有點褻瀆的話 但是上帝把這個話留在聖經裡面 我們巴布德所讀的聖經節 是上帝永遠都記得 就這樣說 第七節 難道主永遠丟棄我們嗎 不再施恩嗎 我們英語講說 上帝是個永遠不丟棄我們的上帝 上帝是永遠會施恩的上帝 有這種話有多好 但是聖經講的不是這樣 聖經講的說 難道上帝會丟棄我們嗎 難道上帝會 會不再施恩嗎 也許當我們所重視的 我們所在乎的就是那麼一點點 然後那一點點就不見了 那一點點就離開了 你最寶貴的就是那個 然後呢 是那個就離開了 實際上我姊妹走的時候 我回到家裡 我連我的畢業證書都要丟掉 我的畢業論文也丟掉 因為我覺得那個都沒有意義了 我本身獲得國家多次的文學獎 我全部丟掉 我自己獲得國外的一些獎 我全部丟掉 因為那不重要 我甚至有一陣子 我在馬路上 口袋裡面裝一千塊 看到有人要 你要不要一千塊嗎 你要不要一千塊嗎 你要不要一千塊 那我給你 他們說你為什麼一直給他 給這麼多 我說因為我太太不在 錢對我已經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所以我只要講的是 這個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聖經節 他說呢 我想起我夜間的歌曲 讓我回到 前面我來讀給你聽 我非常喜歡詩篇的77篇 詩篇的77篇 有人叫亞薩 亞薩是在大衛的時代 上帝給大衛的一個 大概師班的班長 那時候有三個 有一個叫做亞薩 那亞薩的話 這個詩篇第77篇呢 他有個前提 就是在第二節 第二節他說 我在患難之日 患難之日我尋求主 所以他前面就是 這是一個患難的時候 所寫的詩篇 他說 患難之日我尋求主 我在夜間不住的舉手禱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OK 我剛剛來到這個教會的時候 旁邊有個公園 公園 首長 你不知道公園長什麼樹 榕樹 還有沒有別的樹 我們今天不是有個蔡司長嗎 他前面不是有個公園嗎 那公園長什麼樹 OK 我要無所謂 我其實大概 很多樹都會長 不過我跟你講 那個樹 春天快開啞了 快開 快長啞的時候的話 他那個樹的數字 都是往上長的 都是往上的 當然有少數是往平的 有一部分是往下的 但是他們的樹都是往上的 我相信很早很早以前 人類算你上帝禱告 手就往上 手就往上 OK 至少它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 當我的樹枝在往上的時候 我是承受我最多的陽光 我需要光做我的光和作用 或者做我生命的亮光 OK 所以樹枝它往上 第二個 當樹枝往上的時候 我的手往上的時候 等於告訴上帝說我在這裡 OK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叫上帝來看我一眼 我在這裡 因為在那個患難之日 我不知道上帝在哪裡 在那個患難之日 我不知道上帝在幹什麼 他是不是在睡覺 他是不是已經睡著了 或是他是在宇宙裡面 某個很遙遠的角落 或者他耳朵已經濃掉了 上帝啊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OK 所以那個是很真實的禱告 我在患難之日 我尋求上帝 還有一個 當我把手提起來的時候 我是跟神講 主啊 我願意離你近一點 就有點像我朝向陽光 朝向藍天 我希望祝你與我近一點 然後他說我在夜間是不住的禱告 我的心是不肯受安慰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禱告 就是我越禱告 我的心越痛苦 我越禱告 我的心越不肯受安慰 平常沒事的時候都無所謂 有事情的時候 主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然後呢 第三節以後 一直到最後 還有幾個字 是很特別的 當一個人在難過的時候呢 他就想 我要怎麼想 才能夠親近上帝 我要怎麼想 才讓我的重單可以得解脫 我要怎麼想 我的眼淚才會乾掉 我們剛剛唱的那個詩歌 OK 水能夠擦乾我眼淚 OK 有人會 有人會跟我講說 欸 張教授 你的姊妹走的時候 天上去 你將來你的答案就會知道 如果你再天上去 然後我說這個話 對我一點都沒有安慰 OK 如果是我要到那邊去 我才能夠知道答案是什麼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早點自殺 早點死 早點知道答案 OK 真的 我現在實在講 我自己當過50年以上的基督徒 我後來難過到那個地步說 主我今天重新信你 我過去50年全部不算 我重新信你 因為當那個搖旱 搖旱到整個的根 那個最基礎的地方 幾乎沒辦法再相信下去 所以這個 這個 雅撒不曉得他遇到什麼事情 他說我在患難之日 我就向上帝祷告 在祷告裡面 他會等到好幾個想 好幾個想 他要怎麼想 他要怎麼想 才能夠移除他心中的痛苦 他要怎麼想 他能夠上帝知道我怎麼想 我正在講 有時候我們對主的想念 是知道當我想念主的時候 主就在想念我 我怎麼想上帝 可能跟上帝怎麼想我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人在非常患難的時候 他高度的痛苦 他就有好幾個想 第一個想在第三節 他說我想念上帝 我就還照不安 我成癮悲傷心變化憤 有一種想念 就這邊 他說我想念上帝 就還照不安 這個想念這個字是很有意思的 這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按著一個時間來想念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是彰化人 我是我們台灣的彰化人 OK 我剛剛看那個牧師台語講得很溜 我開始說 這個很少人看到這個台語的 已經講得這麼的溜 我們在彰化的時候 其實 各位如果有人從台南上來 台南有個烏山頭水庫對不對 烏山頭水庫的送水 往南送水送到高雄 往北送送水送到嘉義 然後呢送到雲林 OK 送到雲林的斗六 OK 經過台南 經過這個 這個 嘉義 經過雲林 所以烏山頭是了不起 烏山頭那時候照顧整個嘉南平原 照顧高雄 台南 雲林 嘉義跟雲林 並且是送到那個雲林的邊 雲林已經快到彰化了 快到那個邊 所以彰化有個地方叫做惡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過 叫做惡水 因為剛好就是從佐伯溪把水引進來 用兩條的水溝 所以叫做惡水 OK 那所以呢 因為水70%被彰化取走了 那個雲林一直取不到水 所以雲林在台灣 是個很貧窮的地方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早很早以前 彰化拿走70%的水 所以雲林拿不到水 所以必須要從台南 從台南把水引進來 那時候喔 你要知道嗎 烏山頭水庫 其實你如果集過烏山頭水庫 那水庫沒有很大 OK 它水庫 它在曾文西的旁邊 在曾文家的旁邊 然後呢 是一個離草水庫 水庫也不是很大喔 然後他把水送到高雄 送到嘉義 送到雲林 那 它送遍整個台南 那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怎麼辦呢 他喔 每一個的田的旁邊 都要做一個記號 做什麼記號 拿一根香 插在田的旁邊 然後呢 烏山頭就開始要放水了 一直要 水啊 一直要放到 台南 高雄 嘉義 雲林 我不知道我們這邊有沒有雲林來的 有沒有從 有從嘉義來的 從高雄台南 台南來的 所以你知道 因為水庫的水非常非常少 你要送到台灣的這麼多地方 大家都說 我要我要 我要你也要 他也要他OK 大家都要有水 所以怎麼辦呢 就要用一根的香 點著 插在你的田頭 OK 然後呢 開始送水的時候 的話呢 你就知道說 我今天要等 等到我那個香 點到十分之一 我就把水門給關起來 所以每一個人 都要把 都要放一根香 在前面 那個香不是拿來拜拜的 香是拿來告訴我 我要想念的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時間太快快快快到了 所以以前那個台灣 那個搶水是搶得非常非常嚴重 甚至為了戰爭來 很多搶水還產生這個戰爭 產生這個不同姓氏的戰爭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 這個先來的是泉州人 泉州人很早前就來了 所以跟藏州人 他們就打仗 那我們說我們不打了 所以那個地方叫做和美 OK 帳化有一個地方叫做和美 OK 後來說我們這裡不打了 我們就永進 既然能夠永遠的平靜 OK 所以台灣有很多很多的 這都是因為早期的 那後來客家人來了 又打了客家人 OK 所以這邊有很多的戰爭 搶水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有個東西給你想起來 就直到這裡為止 直到這裡為止 你的水不要再拿了 所以那個叫做想念 想念這個字 就是我有一個特別的時間 我就想 我就注意 然後趕快給他關掉 趕快給他關掉 我自己每天 十點半起來 上午四點半起來 然後掃地洗碗 因為現在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一個人 要過所有的生活 以前我都不會做 以前我都當政府的官員 或者是我當大學的教授 我當很多的 研究單位的負責人 所以太太都已經做好了 太太一走我才知道 我是個生活的白痴 我連那個什麼 我連那個 連那個電話會要去哪裡付 我都不知道 哇 都這麼嚴重 連那個電話會 因為以前都是太太在辦 還有銀行的那個密碼 我也不知道 因為太太就突然間走了 我後來還想說 我太太會用什麼密碼呢 後來還想說 大概是 大概是這幾個字 欸 果然被我料到 哇 這個 這個 他的密碼 我說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猜到 這個夫妻啊 因為生活久了 雖然我不知道他的密碼 我說大概是這幾個字 欸 果然就 銀行就可以取到款了 門就可以打開了 那我等一下講 這個想念 有一個想念 他說你越想越沒有用 越想也越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久了以後 你就會煩躁不安 你就會悲傷 心裡就會花痕 所以有一個想念 是不太有用的 其實喔 上帝為什麼把不太有用 也留下來 證明他看重 證明上帝看重 我們不太有用的想念 證明上帝看重 你越想越難過 你越想心裡變花痕 你不想還好 越想就越糟糕 OK 醫生後來告訴我說 張教授 要不要給你吃一個藥 你吃個藥以後 你可能就不會想 我說會有副作用嗎 他說根據我們多人的經驗 從來不會有副作用的 從來不會有副作用的 就是怎麼樣的 就是有副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大學上來沒有這種藥 OK 我們給你什麼 一定告訴你副作用是什麼 沒有一個就是百分之百的 沒有奉獻 OK 那他說 你吃了一定會 這是你的快樂玩 OK 並且很便宜 健保還幾戶 你猜我有沒有吃 沒有吃 我為什麼沒有吃 會變成鈍鈍 鈍鈍的 謝謝這位先生 你怎麼知道會變成鈍鈍的 你連藥米都給我說出來了 你太厲害了 你真的太厲害了 你怎麼知道藥米 OK 我跟那個醫生還是我的學生 那個醫生說 教授老師 我們尊重你 你就吃這個 我說我不能吃 因為我在安息以前 他叫我寫兩個人的傳記 一個是馬克斯威爾 馬克斯威爾 一個叫做牛頓 OK 那我太太說你要把它寫完 全世界的華人裡面 大概只有你能寫了 因為我們有 我們去過他家 我們去過他小學 中學中學大學 他的實驗室 我說你要寫完 我說 太太 我跟你講 我一定寫完 那糟糕了 醫生說你吃這個藥以後 你絕對沒事 我就問醫生一個問題 我說 我心裡在花分 你給我吃這個藥以後 我就變得很快樂 但是我請教一下 我快樂的時候 能夠寫馬克斯威爾 醫生說 你這個病人很奇怪 哪有 他就說 很多人都吃就好了 那我說你的病人裡面 裡面在吃的過程中 他還在讀電磁學 讀那個高等熱力學 他說 沒有這種病人 所以我就沒有吃了 我真的覺得 我就沒有吃 我知道心裡會花分 我知道心裡會難過 你越想越難過 越想心裡會花分 還好 他有下面那一節 下面那一節 就是第四節 第四節的話 他說你叫我 不能閉眼 我環繞不安 我甚至不能夠說話 還有一種 嚴重的情況 就是你越想 你也不能說話 沒有話講 沒有話講 你越想越不安 你越想越不安 越想越不安 聖經怎麼會有這樣的話 聖經應該告訴我們說 我們越想上帝就越平安 越想上帝話就越多 聖經可不是這樣講 剛好相反 他說我越想心裡越不安 哇 我心裡就越不安 因此我就追想古時之日 上古之年 你看他第二個想 第二個想 這個追想 我們台灣歌裡面有個安平追想起 有沒有聽過 安平追想曲 OK 我 台灣有個非常有名的歌 我非常喜歡聽 叫做 南旺的 鳳凰橋 南旺的鳳凰橋 這種歌現在已經很少了 年輕人會唱 我們在很難過的時候 唱這種歌唱得好甜蜜 原來人在痛苦的時候 然後反而早期的台灣歌 那個 補破蟲有沒有聽過 補破蟲 那個蟲已經破大了 你要想再補嗎 還補破蟲 OK 還有一首歌我也非常喜歡 叫做 相思海 相思海 夢夢大愛 你都看不見 你都失蹤了 所以的話你越想越難過 越想就越難過 所以的話他說 我追想古代的時候 但是追想也沒有用 你追想也沒有用 你想把過去的想法拿來 仔細的編一編 你再怎麼編都編不起來 哇 上帝把這段話 留下來告訴我們 證明上帝知道我們的狀況 知道我們上帝 知道我們的痛苦 知道上帝對我們的醫治 可不是只有表面給你擦個 紅藥水 深深的醫治 深深的醫治 是來自於你深深的了解 深深的安慰是來自於上帝 深深的知道我們的裡面 經常我們經過不同的想法 因為在難過的時候想說 我有沒有一個正確的想法 我有沒有一個正確的想法 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這邊告訴我們 經過好幾個想法都沒有用 OK 經過好幾個不同的思想的方法 都沒有用 整個的思編 77編 告訴我們至少有7種想法 有7種想法 到最後有個想法是很得幫助的 OK 那我今天不是想說 那個方法我拿來用 沒有 沒有 我相信他是經過的前面六個 經過的前面的六個 所以 他說我追想 古時之日 上古之年 還是沒有用 所以呢 就開始進入我的經節了 就第六節 第六節的話 他說我想起夜間的歌曲 什麼叫做夜間的歌曲 夜間的歌曲 它大概有幾個特徵 我雖然不知道以色列的夜間的歌曲 但是夜間的歌曲大概會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 唱到一半 不知道後面是在唱什麼 就想不起來 因為夜間不是頭腦很清楚的時候 我不想有這種經歷 唱一張突然間 知道前面那一句 後面那一句不曉得是什麼 這第一個 就是你想不起來 你想不起來 你想起夜間的歌曲 那個想起夜間的歌曲 恍乎你想起來一段 很可能是你想不起後面的那一段 我在台灣大學教書 教了三十幾年了 我的學生一般都大概300個 除外同學有一般 我有很多很多的學生 目前也在當老師 或者當那個 那學生說 上老師的課 最好玩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就是 現在網路很方便 所以現在很難當大學老師 你知道嗎 因為大學可能有人教得比你更好 他已經放在線上了 OK 所以的話你上課 學生非常喜歡聽 有三個原則 就第一個 就是你上課內容他們都沒聽過 你上課內容他們都沒有聽過 第二個 很有意思就是 你有一些上課的經驗 是他們沒有的 因為網路的知識很容易獲得 但是網路上的經驗 你只有上老師的課 你才會知道 OK 台大大學生系 大部分都很聰明 所以他說 老師你這個經驗 我們非常喜歡 第三個是最好玩的 就是 老師上課以前 老師自己也不太知道 自己要說什麼 OK 那我常常講 我就想起夜間的歌棋 夜間的歌棋 第一個 你可能想到一半 後面你就忘記了 第二個 他有個特徵 就是他斷斷續續 斷斷續續 就是他沒辦法唱得很全 我們很少這種詩歌 就是唱得很全的詩歌 我其實 這麼多年來 我常常鼓勵我的學生寫些童歌 因為我們的教會 已經太久沒有童歌了 連我們一般的 幼稚園跟小學 也太久都沒有童歌了 我小時候唱什麼 妹妹背著 洋娃娃 坐到花園來看花 現在孩子唱什麼 你在唱妹妹背著洋娃娃 我們真的很奇怪 怎麼這麼多年來 一直都是妹妹在背著洋娃娃 OK 這妹妹背著 我們童歌 立昂說我們教會 我的燈需要遊就駐藏此下 這是我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在唱的 現在教會也在唱 可是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什麼進步 應該要有人去寫一點 但是我跟你講 夜間的歌曲有個特點 斷斷續續 唱不齊前 很可能還唱得左音 因為那是夜間的歌曲 有時候我們在很難過的時候 那個歌會唱不下去 其實你們在唱一些詩歌的時候 我已經進步很多了 以前在教會唱詩歌 我都用手把耳朵閉起來 因為唱不下去 唱不下去 不是不會唱 就是唱不下去 唱不下去 太難過了 唱不下去 所以夜間的歌曲 我深深的知道 它真的是夜間的歌曲 然後呢 他在這邊告訴我們 他說我想起 他又想起了 他又想起他夜間的歌曲 斷斷續續 可能不是很齊前 可能他在唱的時候 可能音調也沒有很正確 然後呢 我就蒙心自問 我也仔細的心差 到底錯在什麼地方 到底問題是錯在什麼地方 到底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造詣 到底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造詣 我本身在學校叫物理 我是物理的學者 我的數學大概也很不錯 其實我的生物跟化學也很強 我當年在讀書的時候 我的主修是物理 我的虎修是生物跟化學 其實我最強的不是這個 我最強的是數學 OK 但我只要講的是 如果一個人有很多知識的話 應該就可以告訴別人怎麼做 我有很多的學生 我有很多的政府的官 或者是企業界 常常請我當 我現在還當很多的企業的顧問 他常常來問我 這事情怎麼看 這事情應該怎麼做 理論上講起來 我們是很有知識的 但是你生命走到一個地步 真的是仔細請查 萌心自問 夜間歌唱 還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還最怕有人知道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其實別人如果沒有經歷 他還很難知道 我真的仔細認真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認真的 在上帝面前的一個求問 我夜間歌唱 我還是不知道 我萌心自問 什麼叫萌心自問 想來想去 前前後後的想 仔細的想 反覆的想 甚至萌心自問是什麼 就是你一面講話一面想 你們有沒有這種 好像有點自言自語 有點自言自語 就是一面問自己 然後一面想 一面問自己 一面想 最後還是不知道 然後呢 就來了 第七節 難道 主要永遠 丟棄我嗎 難道 主要永遠 丟棄我嗎 難道 難道他不再施恩嗎 哇 這個話 讀起來是很刺耳的 是不是主都已經離開我了 因此我才遭遇這個事情 是不是主都已經忘記我了 他 才遭遇這個事情 難道主已經不再施恩了 他過去曾經施恩 給恩典 然後某個時候 他就不再施恩了 或者是他在小事情上施恩 重要關鍵的事情 他不施恩了 他問這個問題 上帝把這個問題 留在聖經裡面 可愛的上帝 把這個可愛的問題 留在聖經裡面 是這麼負面的問題 這麼負面的思索 而不是正面的 而不是光明面的 而不是具有極器性的 而不是 都不是 是一個非常負面的 難道 難道 主要永遠丟棄我嗎 我們好像很少這種詩歌 叫做難道主要丟棄我嗎 我們比較有多詩歌是怎麼樣 難道主會有 我們一般是比較正面的詩歌 主永不丟棄我 主永遠懷念我 主永遠背負我的重擔 主永遠建固我 但是這邊有一首詩歌叫做 主是不是永遠忘記我 上帝把這樣的聖經節留下來 上帝把這個聖經節留下來 是告訴我們 也許我們在認為 被上帝給遺忘的時候 上帝依然紀念 而那個紀念也超過我的想像 那個紀念也超過我的記憶 那個紀念也超過我的記憶 那是真的知覺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嗎 不在世人嗎 上帝 用一個問題來回答 所以因此我常常想 也許我們在問上帝的時候 上帝同時在提醒我們 也許我們在搖擺的時候 上帝永遠說我紀念你 但是這個紀念 他是用緩問的方式來紀念我們 很多人去問主耶穌的問題 主耶穌是用緩問 緩問 緩問的方式來回答 第二個 我們再往下看 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嗎 難道上帝的慈愛永遠窮盡嗎 我們直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知道宇宙有多大 沒有人知道宇宙有多寬 沒有人知道宇宙有多老 都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上帝實際上是做一個無窮大的宇宙 來提醒我們 必須是有一個無窮大的上帝 才有可能創造一個無窮大的宇宙 一定有一個無窮古老的一個上帝 才有可能創造一個無窮古老的宇宙 我們所有的創造一定有個無窮永遠的概念 我常常鼓勵學生要把數學讀好 因為數學是大概是我們大學裡面唯一的一個學科 告訴你有無窮 我們的大學一連級的危機婚 就從無窮大集到無窮大 從富的無窮大集到正的無窮大 這是數學有趣的地方 我常常告訴我的學生 最貼近上帝的學科有兩門 一門是神學第二門是數學 這是我好像覺得數學好像比神學要更貼近一點 所以 等等我今天不是在跟各位分享數學跟神學的關係 但那的確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就是 上帝在告訴我們 祂是一個永遠沒有窮盡的 我們很難思想什麼叫永遠沒有窮盡 我很難思想 所以祂這邊告訴我們說 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嗎 難道主要永遠不在私恩嗎 哇 這樣的聖經節留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負面的聖經節 切是祂主知道我們的想法 因為我們在很困難的時候 的確充滿了負面的想法 主啊 難道你已經不在私恩嗎 當禱告那麼久 看到姊妹突然間就走了 當禱告那麼久 發現所有打了藥 從第一線打到第二線 打到第三線 打到健保不及戶 健保不及戶以後 還買不到 還要到國外去買 主啊 難道你忘記私恩了嗎 我們各種的 各種能夠用的 醫生也來看說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說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不知道說你怎麼開始 為什麼你還要接案子 他說我還是不知道 那怎麼辦 那之後要一起禱告 他說哇 那真的 那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我常常在想 祂的應許是是是非去嗎 在關鍵的時候用不到上帝 在關鍵的時候用不到上帝 在關鍵的時候上帝不見了 在關鍵的時候上帝忘了我們 在關鍵的時候上帝不知道跑哪裡去 哇 那你說 那信仰不就垮掉了嗎 也許是不是可能有一種信仰 是根本已經不知道上帝在哪裡 祂還繼續信 是不是有一種信仰是明明 可能知道上帝可能已經不再施恩了 那就這樣吧 我還是交給主 是不是有一種信仰明明就是說 已經沒有希望了 那還是信下去 還是信下去 為什麼還會信下去 來 後面 他說呢 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 我非常喜歡這一節 他為什麼問這些問題 他問了三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第七節 難道主要永遠丟去我不再施恩嗎 難道祂的慈愛永遠窮盡 祂的應許世事會去嗎 難道神忘記怎麼開恩 因著發怒就止住祂的慈悲嗎 哇 竟然可以敢這樣問 難道難道 然後呢 他給自己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非常有趣 我便說這是我的懦弱 我各位 我要來說明一下 懦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字 我們的所有的數目都是彎曲的 我們所有的數字都是有彎曲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理論上數都是要指的 為什麼會有彎曲 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的壓力壓力 你的壓力已經跑到你的身上來了 你沒有力量可以抵抗 那個地方就彎曲 你如果到海邊去看那個樹 海邊的樹 我們叫做被風產過的樹 那個整個那個樹 都傾倒到一邊去 其實我剛剛一過來 我看那個公園裡面的樹 其實每一棵樹都稍微有點歪 OK 並沒有歪得很大 可是這周圍的建築物是蠻高的 所以這邊的風不是很強 但是呢 有時候它受到某一些 外面的力量的影響 它已經 沒辦法控制自己了 然後呢 沒辦法可以抵得過了 然後呢 怎麼樣 它就稍微有點彎曲 你們知不知道 香蕉為什麼是彎的 有沒有人知道 香蕉為什麼是彎的 蛤 對啊 對 謝謝你 香蕉為什麼是彎 那老師 你們這個談到老師 常常問很奇怪的問題 香蕉不是本來就是彎的嗎 對不起 在我們的課裡面 沒有這種說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 OK 香蕉會是彎的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對台灣 那個香蕉懂不懂 一排的香蕉 兩排的香蕉 每一個人都是彎的 請問 哪一根香蕉最好吃啊 香蕉一串裡面哪一根最好吃 有沒有人知道 最旁邊的那一根 整排香蕉裡面 我們台語齁 對於香蕉最旁邊的那一根 給它一個特別的名詞 叫做黃角石 黃角石 這是建築上的一個名詞 但是在香蕉 在台灣的屏東 在我們的旗山啊 那個附近啊 在長香蕉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 旁邊的那一根最好吃 就是一整排的香蕉 旁邊的這兩根最好吃 為什麼呢 它最彎 它最彎 中間那根是最難吃的 因為它比較紫 所以外行人挑香蕉 就挑比較紫的 內行人挑香蕉 挑比較彎的 為什麼它比較彎 因為它已經預備彎 它如果東西齁 它已經預備在那邊彎的話 你就給它一些力量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承受 所以我們所有的吊橋 都是彎的 我們的高架橋 都是彎的 台北是所有的高架橋 沒有那種直的 都是稍微有點彎 OK 都是有點彎 那麼呢 我身邊因為沒有香蕉 我不方便仔細的講 香蕉齁 因為它有一個彎彎的 所以你給它壓力 它後面就有張力 你後面給它一個張力 它裡面會有一個 相對的一個承受 所以香蕉如果是紫的 它一定很不好吃 香蕉一定要彎 它能夠穩定 還有一個 香蕉裡面沒有骨頭 香蕉是一個沒有骨頭的 沒有骨頭的 所以齁 那個 所以齁 它的懦弱 它的懦弱 就成為它的變形 它的變形 就成為它在 下一次承受力量的保守 我再舉個例子 你我在菜市場的時候 常常買過橘子 你們一撥開橘子的時候 裡面有沒有橘子就爛掉 就 沒有 你無論怎麼壓橘子 橘子裡面的 每一半的橘子 那個叫做什麼 每一半的那個橘子的肉 都不會攤掉 那個背後是個上帝巧妙的設計 為什麼呢 一個橘子裡面大概有七半到十二半 圍成一個圓圈 中間是空的 所以的話 你如果給任何的一半的橘子 你給它一個力量的話 它會轉一圈又回來 所以 為什麼 因為它變形 它的變形來自於它的懦弱 而它的懦弱 因而它的變形 就可以承受下一次的力量 其實 這個這個這個 它說 我被人說這是我的懦弱 懦弱的意思就是變形 懦弱的意思就是扭曲 懦弱的意思就是說 我很想怎麼樣 結果我不能怎麼樣 那我只好按著外面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其實有些問題 真的就是我的懦弱的原因 有些問題啊 就是我們會怕的原因 我當過好多次的聯考的 監察委員 我其實進考場 一看學生 就可以知道誰考得好 誰考得不好 你猜我們怎麼看 什麼叫做會考試的學生 會考試的學生 他有個特點 他有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他不緊張 然後呢他不怕 你怎麼知道他不怕 不會考試的學生 一進來他在看課本 趕快寄 還有考完以後 跑出去 趕快翻課本 答案有沒有答對 然後問別人 那個題目你怎麼打 這叫做不會考試的學生 會考試的學生 他進來就這樣進來 只有幾支筆 只有幾支筆 然後一個準考證 然後怎麼樣呢 他就進來了 然後呢眼睛閉起來 稍微安靜一下 這是很高明的學生 OK 那出去的話呢他休息一下 準備第二場他進來 那種心裡面的那種平安 心裡面的那個篤定 那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成為一個監考委員 我們常常在這邊看的 常常在看不同的學生 在怎麼樣的考試 其實我們在看都知道 有些人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而這個緊張跟這個 跟這個平安 是怎麼出來的 怎麼有些人會特別的緊張 有些人會特別的 好像這種 這種 就像什麼都不怕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想你們可能有孩子 可能有孫子 一個考試什麼都不怕的人 是知道你怕的是什麼 一個人知道什麼是怕 就可以知道什麼是他的不怕 一個人如果不知道什麼是怕 他會以為什麼都不怕 或者是以為他什麼都怕 我要講一下 一個真正會考試的學生 一個高明的學生 或是一個高明的學者 他心裡非常清楚 他的弱點在哪裡 所以的話 他在外面教書的時候 外面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他知道他的弱點 只要你不碰他的弱點 他絕對沒問題 他絕對沒問題 也就是他頭腦知道 什麼是他的弱點 知道什麼是他的弱點 那你只要不碰他的弱點 基本上他不會有問題的 那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什麼是他的弱點 所以他知道什麼 就不是他的弱點 所以他就可以非常的輕鬆 因為所以考試一來 你知道嗎 這個不會考試的人就趕快打 會考試的人 題目一來看一看 從前面後面看一看 就知道大概自己會考幾分就知道了 這個是我們 常常在台大教書 常常高書學生的 就是先來考試 放輕鬆進來 題目一下來 OK 先看個30秒 OK 看個一分鐘 看完以後 你知道大概可以考幾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懂就懂 你不懂就不懂 然後呢 所以的話你就先寫那個懂的 然後不懂那個部分的話 你就怎麼樣呢 把筆拿出來搖一搖 也許會被你猜對 OK OK 我們在設計大學的時候 設計大學 80%的題目是來自於課本 20%的題目是很難的 所以你只要能夠把這個80%的題目 你全部答對 20%你沒有答對 你可以念一個學校 叫做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 還有中心大學 中自備的大學 就是你考試 80%你該會的 結果你前答對 20%你不該會的 你全部答錯 那我們就給你中央 中心 這種中自備的大學 如果考試的時候 80%你都前答對 20%你答對的10% 你就會有一個叫做清華大學 或者是交通大學 你如果80%你前答對 20%裡面大概有答對 12%和15% 那你就台灣大學 OK 那我就知道 所以的話你要把握的 所以的話 所以我們就是說 你知道你的弱點 你知道什麼是你的弱點 20%是你的弱點 80%是你的強處 到時候 把80%全部幹掉 所以上帝讓我們知道 什麼時候我們的懦弱 是一個高度的保守 你終於知道什麼叫你的弱點 我覺得一個人知道他的弱點 是一生裡面非常棒的時候 非常棒的時候 特別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竟然知道什麼是他的弱點 因為一個人越厲害 就越不容易知道 什麼是他的弱點 一個人越敬錢 就不容易知道 什麼是他的軟弱 我當我講軟弱 是真正知道是我的軟弱 不是一個口號式的軟弱 當一個人真正的敬錢 就知道什麼是我的不敬錢 當一個人真正的孝順他的父母親 就知道他完全沒辦法孝順他的父母親 當一個人真正的愛他的妻子 就知道到某個地方 我就是沒有辦法陪他下去 懦弱 主啊 這是我的懦弱 這個是我的軟弱 這個是我的變形 這個是我無法承受的 你們知道最美麗的河流 是有很多彎曲的河流 最美麗的海岸 是有很多彎曲的海岸 那可不是直直的 最美麗的山 是有很多上下起伏的山 最美麗的樹 很可能像 像有些 有些黑松 他是被 他長得非常非常傾斜 最好看的樹 常常是長在閒崖峭壁上 你該跌下來結果還沒有跌下來 非常有意思 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被人說這是我的懦弱 知道自己的懦弱 好像是生命的一個瓶頸 知道自己的懦弱 好像已經走到那邊 就已經再也過不去了 知道自己的懦弱 說主人 你就讓我到此為止吧 到此為止吧 你為什麼要知道 讓我知道這麼的痛苦 這麼樣的軟弱 我跟你講 我深深的體會 我知道我的懦弱 在我懦弱的外面 就是上帝的保守 懦弱是一種軟弱 懦弱是沒辦法承受壓力 懦弱是一個變形 懦弱是一種厭煩 厭煩 我知道什麼是我的厭煩 我知道什麼是我的厭煩 我們基本上 看一個學生 知道他會不會讀書 其實不是看他的頭腦 是看他的屁股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坐很久 他可以坐很久 例如像我 坐個椅子上 我坐六七個小時都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屁股非常好 很平 OK 真的很平 就是可以坐很久 那有些孩子 他屁股是尖的 他會旋轉 OK 他放著他就大概 兩分鐘三分鐘他就會旋轉 那很多科目 很多的科目就是必須 你要能夠做個五個小時 你才能夠讀得懂 第一個小時怎麼樣呢 就是 需要熱機 第二個小時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 漸入佳境 第三個小時就是怎麼樣 就是 已在高潮 第四個小時怎麼樣呢 是人在高潮 第五個小時的話怎麼樣呢 就是還在高潮 你到底什麼時候你才會下來呢 他大概永不下來了 OK 可能要十個小時以後 這就是我的困難 這就是我的困難 我在很難過的時候 我讀什麼 我讀高等數學 我到現在還在讀高等數學 哇 讀起來好快樂 我讀那個熱力學 我讀那個電磁學的理論 OK 那不是因為我是這樣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呢 因為 你讀那個的話 你就可以轉變你的心思 不再思考你痛苦的事情 所以的話呢 什麼是軟弱 軟弱是一個變形 但是這個變形成為你生命裡面 最漂亮的部分 什麼是軟弱 軟弱的話 是當你在厭煩 我厭煩 我讀不下去了 我因為對學問都不太厭煩 成為我跟我太太交往的一個痛苦 因為我可以長期的讀書 讀十個小時 已經忘記我的太太 我不曉得你們 有沒有意料過這種男人 我寫過一本書 叫做法拉第的故事 其實我在寫法拉第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法拉第 我前不久寫一本書 叫做 施不真的故事 Sprudgeon 其實我寫的時候 我就是施不真 我現在在寫 馬克斯威爾 James Clark Maxwell 電磁學之戶 我現在就是 馬克斯威爾 那我太太進來 請問我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太太煮完飯 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 我太 有沒有不舒服 對不起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活在18世紀 我活在19世紀的裡面 為什麼 因為我什麼都不厭煩 如果能夠生命裡面 讓我有個東西 叫做厭煩 當我真的讀不下了 我讀不下了 我讀不下了 其實那可能是個保守 所以我對我太太 非常非常的愧疚 就是因為她常常跟我在一起 我對什麼都不厭煩 我對 我對吃 她怎麼煮我都吃 OK OK 我太太不太會煮 所以 因為我什麼都吃 以至於她結婚40年 她的手藝都沒什麼進步 OK 她 真的 真的 我太 就是一直給我吃 給我吃那個 陽春麵 蛋炒飯 對 蛋炒飯 蛋炒飯是我煮的 對 蛋炒飯是我煮的 OK 不然就是那個水餃 水煮水餃 不然就是水煮熱包子 那我就說 哇 真的好吃 那她說 其實你的腦筋都不在這裡 因為你腦筋還在18世紀裡面 我說對 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什麼叫做懦弱 懦弱就是 我終於知道我會有厭煩的時候 什麼叫做懦弱 懦弱就是我知道我終於會有變形的時候 什麼叫做懦弱 就是我終於知道我會有成不失誤壓力的時候 我們在社會上很成功啊 就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能夠承受壓力啊 我們在這個研究界很成功啊 就因為我們很容易承受壓力 別人沒辦法承受的 我們都還在承受 甚至一個人可以做三個人用 你可以當教授 你可以當 當一個作家 你可以當一個顧問 你可以當一個政府的官員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很容易承受壓力 那個壓力 被人受不了了 你還受得了 何等需要懦弱 就是我到此為止 我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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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主有給我們懦弱 然後呢 那怎麼辦呢 當我們知道懦弱的時候 主還有給我們一個東西 就是叫我們追想 對不起 前面那個 顯出上帝顯出他右手的年代 一個知道自己有軟弱 知道自己有極限 知道自己有不耐煩 知道自己會扭曲 明明都已經扭曲了 那怎麼辦 其實也沒有怎麼辦 但是呢 還有一個 就是上帝讓我們的力量 從心裡面 重新再剛強起來 我姊妹安息的時候呢 有個聖經節一直在我心中 就是先知以利亞 先知以利亞的話 他曾經打過很多的腎臟 有一天他變得很軟弱 跑到礦野裡面去求死 在一個羅騰樹下求死 上帝把他叫起來 請你吃一點麵包吧 OK 所以他就吃了麵包 吃了麵包以後 他就睡著了 天使再把他打起來 OK 就說你當走的路盛岩 他來起來 我覺得還好 天使的話沒有很多 天使沒有說 給他講一篇道理 沒有 就是你起來吃吧 然後呢 他吃完以後 他就奔跑 跑了四十週夜 然後呢到一個山叫做和列山 和列山是上帝的山 我好喜歡這一段 因為呢 這個可愛的 這個以利亞 上帝的仆人 到了和列山以後 請問他有沒有去朝見神 他沒有 他躲起來 他躲在一個洞裡面去 你明明要朝見神 你把自己躲在洞裡面去 你要把自己躲在洞裡面去 那你就不要去朝見神 他很有意思 他跑去朝見神 然後把自己關起來 躲起來 上帝有沒有把他叫他 把他出來 有 上帝用什麼雷聲啊 用什麼雨聲 都沒有用 他都沒有出來 最後是上帝用微小的聲音 他就出來了 上帝在應許我們 即使我們在醉了很多的時候 還有一個叫做 上帝顯出右手的年代 我不太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很多的講演來的話 一般講聖經節 都講他比較懂的 我今天來這個地方才講到 剛好講自己比較不懂的 真的是 我真的不太懂 對於他而言 有一個叫做上帝右手的年代 右手的年代 右手的年代 一定是上帝顯出他大腦的時候 一定是上帝對他而言 是一個很深更 所以的話等於上帝在改變他的思路 原來他在想自己的悲傷 原來他在想自己的問題 原來他在想自己的歌曲 上帝說也許你可以想 但是你該多想一想 上帝右手的年代 所以現在開始想 當年我在沒有太太的時候 上帝讓我認識我太太 哎呀真是右手的年代 我在想一想 我們在流產的時候 我的太太依然鼓勵我去寫作 哇那是上帝右手的年代 我在想一想 我的太太最後告訴我說 文亮你要不要先離開 因為我已經大概快走了 並你看到我身上 有四根針打在他的身上 每根針都有不同的藥品 他說文亮你要不要離開 我們找一個專任的護理人員 來陪伴著我 我竟然跟他講說 太太是不是可以讓我再留下來 繼續讓我陪在你的身邊 OK上帝右手的年代 我有兩次都把刀 我有一次很難過的時候 把玻璃打破 拿出那個玻璃 啪 準備割自己的動脈 哇上帝右手的年代 我有一個四十年沒有見的一個弟兄 他是美國的一個教會的主任牧師 他來按我的電鈴 同時的按我的電鈴 我就這樣要割下去了 他按我的電鈴 那我只好去開他的門 看到他我也很驚訝 那我回頭看 我的玻璃就不見了 被別人收走了 上帝右手的年代 我真的是看到我在很辛苦的時候 我的學生跑來跟我一起住 什麼時候 除夕夜的時候 除夕夜的時候 我一個人禁食禱告 為什麼呢 哇 其實顏宵節我也是禁食禱告 因為一個人嘛 除夕夜的時候 然後菜市場也沒有開 什麼都沒有開 那一個人家裡冰箱空空的 那也吃不下 就 然後呢我的學生跑來找我 他說老師我跟你一起禁食 我說你要回去 今天是除夕夜 他說老師我昨天 已經跟我太太一起過除夕夜了 今天我們知道我要來陪你 所以我也沒有吃 上帝右手的年代 我們何等的需要 上帝右手的年代 我相信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相信上帝要給我們一個提醒 是我們有一個叫上帝右手的年代 那個是我不太知道的 我真的不太知道的 我們遇到難過的時候 很多人都像章魚一樣 都跑掉了 都跑掉了 我們可能需要有些人 真的是扶著我們的手 扶著我們的手 繼續再來禱告 扶著我們的手 鼓勵我們再來思想 上帝給我們一個上帝右手的年代 然後我後來講一段 我就結束了 他想了以後 發生了幾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寫在哪裡 寫在第15節 16節 17節 18節跟19節 這幾節我沒有用 但是你們可以回去讀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當他思想上帝右手的年代的時候 聖經在告訴我們 開始告訴我們 第15節 15節 16節 17節 18節 是他想了以後 他用一段的比喻 來說 你們這個家會真好 怎麼有人打這麼快 一下就打出來 是哪一位 怎麼這麼厲害 來來來來 你看 他思想上帝右手的年代 他想到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想我講完就結束了 OK 第一個 對不起 我可以講到幾點鐘 長老 沒有 蛤 蛤 無限 不是 因為 不是 因為我們最近很多朋友 他們肚子會餓 今天有愛妍沒關係 有愛妍 我剛剛早點結束 因為我已經很久都沒有吃到好吃的 沒有 OK 我講一下 他想到上帝右手的年代 他講的五個東西非常有意思 第一個 你曾用你的綁壁輸了你的名 就是雅各和約瑟的祖孫 聖經常常告訴我們的是 雅各跟亞伯羅漢 雅各跟約瑟 一個是他祖父一個是他爸爸 聖經很少告訴我們 是約瑟跟雅各 我要講一下為什麼 這是很有意思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他講雅各跟約瑟 還要我們仔細的想 叫做希拉 還要我們仔細想想看 因為喔 約瑟有個特性 約瑟說我死了以後 請記得要把我的骨頭帶走 回到迦南地 所以一個人在很難過的時候 當他想到他右手的年代 上帝右手的年代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但是他提到說 雅各跟約瑟 因此也許在我一輩子 我得不到答案 他說我死了以後 即使變成骨頭 你要把我帶回去 那個應許之地 哇 哇 就是 我愛一個人 愛到一個地步 即使我死了變成骨頭 我依然愛著你 早期日本歌 愛你入骨 OK OK これまで愛して OK 既然還有人知道這個歌 OK 你的年紀是不是跟我一樣大 OK これまで愛して 愛你入骨 OK 當然這個歌唱起來 有點肉 OK 但是 我要回到上帝的家 即使我已經死了 已經腐爛了 剩下骨頭 當你要離開的時候 請你記得把我的骨頭帶回去 哇 這個賽事 這個 他已經等於是在神面前做一個宣告 就是 是上帝 除了雅各跟耶穌 即使我沒有答案 即使我已經走到末了 即使最後我什麼都沒有了 我只剩下骨頭 但是我骨頭依然紀念著 你要讓我回去 你要讓我回去 哇 第二個 我好想 來 下一節 神啊 珠水見你 一見就金黃 聲音也都戰鬥 當我們思考 上帝 右手的年代 第一個 有個禱告 即使我走了 腐爛了 請骨頭也要把我帶回去 第二個 我終於知道我是個戰鬥的人 我要告訴各位 天空的所有的雲 裡面都是水 那些水是怎麼樣的 可不是靜止的 是vibration 是不斷的戰鬥 天上的水滴 沒有一滴是靜止的 vibration 是 是不斷的戰鬥 因為有震動 所以它們轉為一個比較大的水滴 最後變成一個雨水掉下來 就這個字 珠水見你 一見就金黃 聲音也都戰鬥 我好喜歡這一句話 我姊妹走了以後 我才知道什麼叫做戰鬥 我這個人以前遇到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大案子 我都不害怕 我現在終於知道會害怕 為什麼會害怕呢 要去跟別人約會 要去跟別的女孩子約會 那為什麼要去跟別的女孩子約會 因為有人介紹 我第一次去面對別人的介紹的時候 我在那個台北市的捷運的那個車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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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子呢 驚慌 你們知道驚慌的英文是什麼 Dismay 不是Terror 不是害怕 那個比害怕還要深入 比那個恐懼還要深入的 在英文裡面有個字叫做Dismay Dismay 什麼意思 就是驚慌 你怕到都會抖 你怕到全身都會抖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抖呢 既然要抖你幹嘛還是約會 因為 跟太太相處40年 還沒有從來去 跟一個不是太太的女孩子見面 然後萬一錯了以後 她怎麼辦 而不是我怎麼辦 所以後來就吹掉了 還好那個女孩子今天沒有來 OK OK 我跟你講 我才體會到什麼叫金黃 上帝讓我體會什麼叫做金黃 金黃就是 真的是怕 從裡面就是軟弱 主啊 我看到你思想你右手的年代 我才體會到什麼叫做金黃 怕到滑抖 怕到滑抖 那你說老師啊 你不要多跟別人相親幾次 也許你就不發抖了 我說沒有 那個一次就夠了 一次就 一次就夠了 你說老師 師母她剛剛走 你就想跟別人約會 是不是你對師母不夠有忠心 這個答案可真好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其實 一個男人40年 腦筋沒有想到第二個女孩子 應該是忠心 而你不應該用 太太走了以後 你還 腦筋有多少空間 在想別的女孩子 其實我也沒有啦 但是我真的是金黃 我真的是 走到一個金黃 所以當先生 拜託 回去好好照顧自己的太太 不然的話你會知道 什麼叫做金黃 那我現在看到有人不結婚 我覺得也 怎麼樣 也蠻不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能不會體會到那種 那種 很相愛以後的那個離開 產生出來的金黃 那我曾經問過上帝 上帝啊 你說亞當獨居不好 你就找個配偶幫助他 那我結婚以後 過得很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你把他 你把我太太拿走了以後 你叫我以後怎麼過日子 你說那人獨居不好 那現在我又開始獨居了 那你為什麼 明明知道獨居不好 你為什麼還要離開 我其實長期問上帝這個問題 後來有一天我還想到 主耶穌要離開他的門徒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要與我合一 就像我像我天父復合一一樣 而且我還有一個功課 是我還沒有學好的 還沒有學對的 還正在學的 就是如何與上帝合一 與上帝合一 他在我裡面 我在他裡面 我在這個時候 慢慢的學習只有一個男人過生活 洗衣服 脫地 煮飯 煮蛋炒飯 加上個蛋 兩個蛋一個蛋 然後蒜頭加多加少 因為他跟我講 當你難過的時候 有件事情可以幫助你 就是去剝蒜頭 所以我 我買了好多蒜頭 撥到一整碗一整碗都是蒜頭 他怎麼做 他一直叫我去炒蛋炒飯 OK 金黃 主啊 金黃 再下一節 哎呀 雲中要倒出水來 當我們的水都有金黃的時候 請記得一件事情 怎麼把水給倒出來 雲中的水在那邊金黃 在那邊花抖的時候 請記得 那個水啊 要倒出去 我說主啊 你幫我倒出去 你幫我倒出去 因為雲中倒出水來 天空就發生聲響 我才能夠聽見主的聲音 你的劍才可以飛行四方 我才能夠避開一些不必要的軟弱 多少色情電視在等著我 多少色情的節目在等著我 多少晚上我在很難過的時候 有人在跟我說 我一定要出來喝個酒吧 多少難過的時候 你不要再結婚了 你現在跟別人維持一個 羅曼蒂克的關係那就可以了 因為怎麼樣呢 就沒有法律商的糾紛 將來就不會有孩子的問題 我需要主的劍四面 揮行四方 才能夠保守一個軟弱金黃的一個仆人 能夠面對他最後的軟弱 我好喜歡這句話 主啊 讓我的雲中倒出水來 我如果乘戶太多 讓我血洗倒出水去 讓我血洗把水可以倒出去 重新再回歸到你的面前 我不能夠一直金黃 倒某個重量 倒出去 倒某個重量 倒出去 倒某個重量 倒出去 這樣的話 我才能夠體會上帝的聲音 我才能夠體會上帝為我征戰 上帝成為我的保守 再下一節 你的雷聲在旋風中 電光照亮世界 大地 戰斗震動 這是個敬畏 這是一個深深的一種敬畏 一個是發抖 一個是倒出去 第三個 我才能夠深深的體會到 即使我在旋風當中 你知道嗎 一個太太剛過世的男人 那個情緒就像旋風一樣 啪 就給你帶走 我今天來這邊講到 我沒有月底來 就是我告訴我們的牧師 說我可能三月底我就走了 我可能就自殺成功了 我三月底可能難過到一個地步 我可能就發瘋了 或者我回去再吃那個快樂丸 那個弟兄 百憂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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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可能就回去吃百憂姊了 我如果沒有好 我會去殺那個醫生喔 因為他還要求我寫 馬克索維爾 你讓我沒有寫完 我會 會那個 後來我叫醫生給我開個證明 說 吃百憂姊的 吃這個藥 他用英文 你吃這個藥的人 一定可以獨下馬克索維爾 跟劉頓 醫生說對不起 沒有OK 沒有這種事情 吃不吃是你的事情 OK 但我真的講 我真的是要把水倒出去 倒出去 倒出去 要把水倒出去 然後呢 在弦轟當中 還可以聽到上帝的聲音 沒有被弦轟整個帶走 我們何等需要上帝的一個保守 是沒有被弦轟帶走 然後上帝有個光 可以像電光一樣 可以來光照這個世界 可以讓大地可以戰斗震動 在下一節 就是最後的這一節 他想到上帝 右手的連帶 他有四個 第一個 主啊 我是這個金黃的人 第二個 我雲中要到處水來 然後上帝的劍 四面揮行為我徵戰 第四個 讓我不要被弦轟帶走 讓我不要被弦轟帶走 不要被情緒給帶走 不要被那個難過給帶走 不要被失望給帶走 最後一個 他說你的道在海中 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腳中 沒有人知道 我們以神相遇 竟然是在最卑微的地方 我們以神相遇 是在最底下的地方 海水的深度有多深 平均是4500公尺 最深的地方 海底大概在哪裡 我不太知道 看不同的海好了 那都基本上講起來 那是最低娃的地方 最深處的地方 最後他有個認識 主啊我雖然不知道你的道路 當然 第二十節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PO一下 第二十節 二十節的時候 我知道你會導引我 你知道你會引導我 但是當我再回到第十九節 我覺得十九節 我是 我知道 我將來要跟隨主 或者我現在跟隨主 是在最低娃的地方 最黑暗的地方 最 那是海底 海底底下 依然有上帝的道路 好不好我這個禱告 我就結束了 主我非常喜歡亞撒的詩 詩片第77篇 他真的一開始就在想求 我要怎麼想 才能脫離我的問題 他東想西想都沒有用 他東想西想 只是自己講不出話來 只是自己越來越害怕 一來越驚慌 主啊 他甚至在難過的時候 他在晚上還唱一首詩歌 可能斷斷繼續 可能沒有 有前面沒有後面 可能就 大概只有給自己唱 給自己聽的 主我感謝你 你竟然把這些都留下來 這些見不得人的 或者見不得神的部分 這些最深處的軟弱 最深處的一個抗拒 最深處的一個悲逆 主啊你都留下來 然後你都沒有責備 你就給他一個感動說 啊 這原來就是我的懦弱 主啊我們是何等成功的人 我們是何等有能力的人 何等有知識的人 終於真的說 啊我原來是我的懦弱 那你叫我思想 什麼叫做你右手的年代 你讓我思想 什麼是我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個起初完全找不到妻子 然後我就認識我妻子的那個快樂 那個平安 那個喜樂 那個左下的39年 永遠覺得快樂 即使是吃很難吃的陽春麵 還是覺得太好吃了 還是覺得那個每一天 不斷地跟他一起同行 跟他講很多的故事 他感到那種幸福的眼光 他那種快樂的眼神 但這是上帝右手的年代 不要讓我落在那個全部的荒野的裡面 都在黑暗的裡面 而忘記上帝對我依然有個右手的年代 雖然患難遮蓋了這一切 雖然失望已經沒辦法彌補這一切 但是依然有個上帝右手的年代 讓我能夠回想 主啊 我依然是金黃在你面前 當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那個dismay真正的金黃 但是我也體會到說 主啊當我的重擔到某個地步的時候 我想想雲中把水倒出去 能夠把水成為一個可以倒出去 重擔的人 可以把自己的難過倒出去 可以把自己的失望倒出去 把自己的絕望倒出去 把別人的傷害倒出去 把別人的對我的承諾 而最後是讓我 對我讓我絕對的失望 能夠把它倒出去 能夠把它倒出去 在倒出去的時候 我才能夠聽到你的聲音 在倒出去的時候 我才能夠體會你的見四面的飛行 而能夠保守你的仆人 在最軟弱的時候 依然能夠體會到上帝的保守在什麼地方 當我倒出去的時候 我能夠說主啊 你讓我不要被先鴻給帶走 不要被一陣一陣又一陣的情緒給帶走 不要被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給帶走 不要被一次又一次的難過給帶走 不要被一次又一次的眼淚給沖走 依然帶著 主啊 你成為我的重心 而最後 我會與你相依在深海的底下 不再是 光鮮亮麗 不再是站在社會的巔峰 或者是國家的巔峰 或者是國際組織上的一個巔峰 而是說主啊 我要願意與你同行在海底 因為你有個道路就在海底的底下 何等到壓力 何等不適應的環境 完全沒有氧氣 完全沒有亮光 海底底下與主同行 海底底下與主同行 主啊我不知道怎麼樣來回應這樣的聖經節 但是我真的是深深的切勿 尤其在最沒有路的時候 最黑暗的時候 最不愉快的時候 滿了眼淚的時候 依然有一個海底的道路 是上帝因應我們往前去的時候 我謝謝主從來沒有來過這個教會 看到這個地方還有這麼多愛主的人 可以在這邊祷告 靜心的 人生從來沒有想到 有天會把自己走到這麼困難的地方 但是我依然要感謝你 能夠像耶色一樣 即使有一天死了 變成骨頭了 你還是把我的骨頭帶回到那應許之地 包括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也許我們每個人的難處不太一樣 也許真的是有人也吃過 真愛吃百優節 真正只有你才可以讓我 脫離這一切的患難 讓我持續地仰望你 當我不知道要怎麼想 才想得對的時候 讓我來思想 什麼叫做上帝右手的年代 我想祷告祈求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謝謝